龙虾 龙虾已经吃了 还有一瓷子的水也不要浪费了 因为接下来我是打算养鱼 养鱼的话 这个水就要把它全部换掉 那么这个水就不能直接就这样抽掉 可以拿来浇花 因为这个水不仅是鱼水 而且还养了龙虾 那么它就会更肥咯 浇花很好 现在打一壶去浇花 先给我的绣球来一点 这个绣球在夏天的话 早上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盆土会不会干 干的话就一定要给它浇水 要不然的话等到中午 分分钟粘给你看 再给我的圣泥果也浇一点 结果只是很好水分多了 这几天又是天晴了 所以就会在的温泥上 还好水分多了 所以咱们在酒里面 就会准备了 去水分多了 再加水分多了